瑞士政府被信弃义把瑞信股东债权人全球银行集体坑惨了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比喻势力雄厚的集体或个人不易在短时间内垮台 所以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们往往更加青睐蓝筹股因为觉得足够稳 然而最近金融巨头瑞信却用一出百年基业毁于一周的荒诞悲剧 给全球投资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投资风险教育课 即便巨头大而不能倒也不意味着你稳而不会亏 瑞士就瑞信不惜背信弃义 过去一周全球股市都被欧美银行的破产危机搞得跌跌不休 投资者们翘首盼望欧美政府赶紧出手救援 大家千叛万叛终于在周日深夜判来瑞士政府公布解决瑞信危机的方案 让瑞银集团出手收购瑞信 但是方案一出却让世界大师所望 因为这不是弯肉补窗 简直就是杀鸡取卵呀 根据方案 每22.48股瑞信股份可以换取一股瑞银股份 相当于瑞信每股收购价为0.76瑞郎 比瑞信上周五十七日收市价1.86瑞郎低了近60% 比瑞信一年前2022年3月18日的股价低了90% 相当于瑞信被一折贱卖 更为离谱的是瑞士政府公布的方案中还打破了两条金融行业里遵循了千百年的规矩 第一是违背了债权风险低于股权的惯例 根据收购条款瑞信价值160亿瑞郎的额外一级资本ATE债券被完全减计 债权人的权益被完全清零 而股东们却还获得了价值30亿瑞郎约合32.5亿美元的补偿 如果把一个公司比喻成一个家族 股东就好比家族的成员 而债权人就好比是外人 你们自己把家败了却还能够分到钱 而借钱给你们的人却要替你们承担后果 这是什么天理 对于瑞士政府的决定 欧洲三家银行监管机构单一清算委员会SRB 欧洲银行管理局EBA 欧洲央行银行监管委员会ECB联合发声明 强调只有普通股全部记减之后 AT一债券才会记减 故ATE保障高于普通股 第二是剥夺了股东的知情权和投票权 为尽快促成此次收购 瑞士政府竟然通过紧急法案 直接绕过了向股东咨询和股东投票等程序 我们都知道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 公司被卖了 竟然不用跟所有者打招呼 简直就是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赤裸裸践踏 瑞信被收购之前 第一大股东是沙特国家银行 其去年11月以约14.6亿美元收购瑞信9.9%股份的投资 目前持股价值只剩2.15亿美元 损失超过12亿美元 瑞信的第二大股东卡塔尔主权基金和第三大股东沙特私营企业奥拉扬集团 分别持有瑞信6.8%和4.9%的股权 也同样要蒙受巨额的亏损 此前有媒体报道说 卡塔尔主权基金过去曾经持有瑞信ATE债券 但目前不清楚是否仍然持有这些债券 不过基本可以笃定 中东投资者在瑞信事件中将会蒙受巨大损失 堪称冤大头 不知沙特国家银行知道事件结果 是否后悔上周拒绝救援瑞信 然而嘲讽的是 在这个收购方案中 虽然瑞信的股东和债权人损失惨重 但是被瑞士政府指派去救人的瑞银集团 却赚得盆满钵满 根据交易条款 瑞信投资组合日后首50亿瑞郎损失将由瑞银承担 其后90亿瑞郎则由瑞士政府承担 同时瑞士央行还将向瑞银提供1000亿瑞郎 约1080亿美元的流动性援助 按照彭博社的预估 瑞银的财富和资产管理投资资产 在吞并瑞信后将大增至5万亿美元 此外瑞银还获得特别豁免 保留瑞信依然录得盈利的瑞士子公司 其市场估值就已经是瑞银收购瑞信 所支付代价的三倍之多 有人抱赚 有人巨亏 南逃暗箱操作嫌疑 自3月10日 美国硅谷银行因几对危机突然宣布倒闭以来 银行业危机迅速波及欧美多家银行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瑞士信贷银行 瑞士信贷银行成立于1856年 是全球第五大财团 瑞士第二大银行 去年总资产达5755亿美元 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11000亿美元 在全球金融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3月14日瑞信发布的上亿年度报告中 自报其2021和2022财年的财务报告程序存在重大缺陷 未能在财报中设计和维持有效的风险评估 正采取补救措施 而审计机构普华永道则对瑞信的内部控制有效性 发布了否定意见 隔日持有瑞信9.9%股份的最大股东 沙特国家银行表示 根据监管规定 他们持有瑞信的股份不能超过10% 因此无法向瑞信提供财务援助 这一表态引发了市场对于瑞信爆雷的担忧 当天瑞信股价一度暴跌于30% 3月16日瑞士央行同意向瑞信提供500亿瑞郎 约合540亿美元的贷款以增强流动性 随后投资者信心稍获重振 瑞信股价一度反弹20% 3月17日市场上开始传出瑞士联邦政府 意欲撮合该国第一大银行瑞银集团收购瑞信的传闻 3月19日瑞士联邦政府宣布 最近的流动性外流和市场波动表明 恢复必要的信心已不再可能 采取迅速且能稳定局势的解决方法是绝对有必要的 面对目前困难形势 瑞银集团收购瑞信 是恢复金融市场最近缺乏的信心的最佳解决方案 同时也是管理瑞士及其公民面临风险的最佳解决方案 而这个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瑞士联邦政府 瑞银集团瑞信集团三方在密室里倒雇出来的 绝大部分股东事先毫不知情 只能被迫接受 如果说这个方案是释出紧迫不得已而为之 那么为何在这个方案中 瑞信股东债权人和瑞银集团的损益竟有天壤之别 根据最新消息英美两地有投资者正研究采取法律行动捍卫自身权益 后续进展我们拭目以待 贪多拉磨合被打开 银行业集体受害 如果说瑞信一折贱卖坑惨了股东 那么ATE债券完全剪迹 则坑惨了债券持有人和全球银行 由于瑞士政府将瑞信的ATE债券清零 导致债券持有人血本无归 引发了ATE市场抛售潮 全球各家银行的额外一级资本ATE债券纷纷暴跌 其中欧洲各大银行的跌幅游慎 3月20日 总部位于英国的汇丰控股港股代码00005 有一笔2018年发行的永久后长 或有可转换证券 报价从96.87美元跌至76.5美元 大跌21% 另有多只其他ATE债券跌幅也超过10% 另外受事件影响 昨日汇丰控股股价一度暴跌7.62% 最终收报50.45港元 跌幅6.23% 成为整个港股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表示 ATE债券是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被引入市场 其原意是设计出一款新式产品 吸引更多不同取态的资金投资在银行 同时分散银行融资途径 而以其条款而言 在债市是偏向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他称本身ATE的条款就规定 有权在特定情况下 让债券持有人权益受损 但市场一时之间对ATE的恐慌性抛售 一部分是此前未曾注意到此项风险 另一部分是对瑞士当局违反投资常识的做法 感到震惊 对于汇控等本地及国际银行股价大跌 林俊宏相信未必反映信贷风险 反而更多是忧虑日后银行为满足资本比率 令发债的成本上升 影响盈利能力 至于事件对香港银行体系的影响 它预估会受到冲击 但程度会较轻 而环球市场恐慌会否进一步发酵 则仍有待观察 富途证券交易部高级分析师陆炳君则指出 瑞士当局的做法是完全颠覆市场认知 打破在同一标的公司下 持有股票比债券危险的金融排序 因为在传统商业运作之下 当一间公司面临破产危机时 债权人获赔的优先级别应永远高于股东 所以陆炳君认为 此先例一开将会对金融市场认知 带来洗牌式影响 有机会引发市场对全球银行的 coco债重新估值以适应新玩法 对整个欧洲AT一债券市场造成冲击 包括同样有发行AT一债券的汇丰控股 他相信以后如果银行要以此工具进行集资 成本将会更高 甚至因为需求不足而无法发行 进一步拉紧银行流动性 而对于股市影响 他认为市场对一连串银行事件的认知 可能会由个别势力扩展至整个欧洲银行业的危机 将对股市信心带来中期影响 预料今后市场观望情绪会更为浓烈 不利于股市中短期表现